各位读者方晚好,欢迎收看2017年7月14日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色字头上一把刀 20岁学院出歌裸聊菲律宾版Angela Baby洋影,掉落粉红陷阱三遭勒索 该名女子隔天把市主贯体的视频截图勒索800令吉,得逞后时随之位在两度勒索1200令吉 市主过后求助于大马包青天拿督,司里张天赐并剧情投报 天然资源与环境部长拿督,司里望珠乃迪披露,小熊猫暖暖将在下个月满两岁时离开大马 他说如果大马要留住暖暖,每年需缴付高达约250万令吉费用和其他开销 言下之意大马养不起小熊猫啊 注意注意,首相署今日发表文告,国家元首苏丹木哈莫武士陛下今年的华旦,将从原定的7月29日改为9月9日 这么一来9月有四天公甲,大家可以好好规划假期了 今天的娱乐,55岁的刘德华,一月赴泰国拍广告发生意外坠码,造成骨盆撕裂伤及肌肉拉伤 经过半年的疗伤,他终于复工还在其官网宣布此事,粉丝们得知好消息后也感到很安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月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